6月30日,2016级大熊猫奇果和圆满在青海西宁迎来三周岁生日 这也是大熊猫落户青藏高原后的首个生日 大熊猫奇果和圆满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本月初入驻位于青海西宁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内的熊猫馆 系两只亚成年大熊猫小公主 分别出生于2016年7月1日和2016年6月29日 那么今天呢,我们就在这个西宁熊猫馆呢 为他们俩呢,举办这个生日party 同时呢,我们邀请了咱们新宁市十祖家庭 那么这十祖家庭的这个宝宝呢,都是三到七岁 那么他们的生日呢,分别也是6月29号和7月1号 那么共同呢,跟咱们这两只熊猫宝宝呢,一起呢来庆生 我们也为他们准备了特制的生日大餐 他们的这个生日大餐呢,都是熊猫宝宝平时最爱吃的一些食品 然后给它呢,特制成这种冰蛋糕 据介绍,大熊猫生活海拔介于1200米至3000米间 西宁海拔为2200米左右 适合大熊猫生活 但因气候干燥 西宁熊猫馆专门配备有物生系统 以满足大熊猫对空气湿度要求 特意从重庆赶来参加熊猫生日会的熊猫粉周志航说 开始还会担心他们到了高原不适应 但是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环境后就放心了 据了解,西宁熊猫馆总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 是目前中国国内最大的单体熊猫馆 为大熊猫配有各自独立的市面外活动空间和休息区 熊猫所使用的新鲜毒笋会定期空运制熊猫馆 对,哦 尝 и咿